其实你们一千块钱不够咱俩吃喝的 要有个家 不够 但是不够有我的天 有我的天 看到如此漂亮善解人意的女人 老颂头刚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拯救过银河系 转脸大妈立马回手一掏 给老头一闷棍 老头有病的时候 他用五块钱结婚 我就现在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个重担能挑过去呢 那你这个结婚如果你 我就是一直不找老婆的一直结婚打算咋办 我不能不找 这个老婆娘套入完的溜 给你先灌迷魂汤 一通搔手弄字 我啥都不贪心只为找爱情 你钱不够花还能花我的 给大爷感动一把鼻涕一把泪 老泪总很可算遇见心疼人 在莫清大爷底细没钱之后 立马露出无情的嘴脸 这位沾上帽 比起还贼比喉还惊得吴大妈 就是今天的相亲主角 65岁 月退休金1400元 前夫去世前留下了5万的饥荒 虽然生活上比较急剧 但大妈却有一颗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心 年轻的时候没能成为人类高质量女性 现在年龄大了 听说陈年腊肉越嚼越有胃 迈进豪门就差这一步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拼一拼石头变黄金 等不及的吴大妈 头也不洗就扎进相亲的浪潮中 一见面撕着一嘴的大哑 对着红娘露出看见财富大门的微笑 这眼前的哪是红娘啊 这分明是财神医的二闺女 送她通往金窝的仙女啊 过来过来过来 人家长真好看 要来吧我都睡不着觉了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没睡不着觉就行 怕你们呢 怕你们来呀 比亲人都亲 那我家没有亲人 你们要说来 咱们这栏目主的 就像我个家亲人 好家伙 吴大妈马屁功夫相当老的 为了老妇变贵妇 生怕红娘不给找个金窝窝 对着红娘又是夸又是抱 鸡皮疙瘩都能掉一垫 你以为大妈就这点能耐 那你就错了 一会儿笑一会哭 眼泪出了就来 妥妥的演技派 我就二年回家 懂得家孩子说 妈呀你可回来 再我们可不来那了 这屋里给我们动点 我一丑孩子我就哭 大妈为给弟弟打官司 长年在外 最后导致家庭破裂 第二任丈夫老王虽然也穷 但理解大妈 嫁鸡随鸡 嫁果随狗 我说得他胯胖 我主婦 他要饭 我跟他一顿 凭着嘴上的功夫 把老王哄得心花怒饭 浑身舒坦 当即就做了表态 什么血缘关系和你不能理 我应可要你不要孩子 就是我们得跟他断绝关系 没成想几年前老王得了癌症 老王的房子也就顺理成章 成为大妈的 这是他领走前 耕房子耕的名 房子过户了更名了 老头价值不大了 这不房子过户二十几天后 大妈就让老王嫁喝西游 老王的女儿没少找大妈的麻烦 打归打闹归闹 房子到手最重要 送走老王头 这回可要把握机会 抓着红娘不撒手了 我的仙女小宝贝啊 你可得给我找个好人家呀 大妈我前半生命苦 后半生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 可就指望你了 再找除了不抽烟喝酒 不打牌跳舞 对方还不能把钱看得中 甜甜的 大妈就相信你 跳舞的打麻将的喝酒抽烟我都不 反正这是咱拦不住 甜甜的你给我这我就放心 也别把钱看得未重还是饮常在 就是这些没有别的 没有 对我好我对你好 过白头到老你信我我心里有你就行了 不能把钱看得太重 这好办的 正好有个县城的 刚出国还热乎的宋老头 69岁 退休金1500元 生活上大爷有多大国家多少米 出去买菜 这是我们这一左右的超市啊 大小超市我都得走个遍 相对比较看谁家菜最便宜 一节又得吃一个肉了 吃冷面 我剩下的冷面糖 可别像冻着 下的我还用的 还用的吃下的冷面 大爷你也够省的 炒完菜还得把人爬了 下来下次用 最重要的不看重钱 因为没钱啊 一个爱钱一个没钱 不知道红娘咋想的把这俩人猛一块整 想必是识破了进门时大妈的假秀 不知道见面后俩人会出现怎样的干渣场面 今天这个鱼印象咋样 漂亮呗 漂亮呗 喜笑颜开老送头 赶忙拿出幸运头 就往大妈手里塞 这有代表意义的 这桃花运的是 代表桃花运 代表长寿的 虽然能准备桃子 你说桃子有寓意 管它长不长的 我祝你长寿 我知道 不管你长不长寿 我祝你长寿 啥 妈意思 你这老吵几个意思 嫌我活得长呗 这也是丑的 一丑就是老是厚的 吴大妈 大槽牙子一有 好小子你等着 高低我指定给你先送楼 于是赶紧坐下来闹正式 凭借自己的魅力 摸摸老小子的家底 老送头这便听到大妈鼠羊 赞美之词 一语言表毫不吝啬 我鼠羊的 哎呀 鼠羊的最好 找鼠羊的最好了 咋的呢 我也有 他会过日子 他不是两个人能有共同 能过在一起 能过场去了 鼠羊的这个鼠最好 你看他就是那种 不是那种脾气暴躁的那种人 怎么又说 你俩的鼠羊合不合呀 知不知道啊 鼠羊合 你说合不合 我们不讲的这些 老宋头是爱了 大妈不着急 老娘先撑着 让你口水多流流 丑说的不是鬼诈 完了看个眼睛啥一见 相同的 人家能不能相同咋的分 一通搔手弄姿 整到位了 大妈也就开始给老宋头灌迷魂汤了 我爸第一眼看你就是不是鬼诈 其实你们一千块钱 不够咱俩吃喝的 要有个价 不够 但是不够 有我的天 有我的天 迷魂汤家纯锋利 咱们感情很到位 我不看重钱财 只要人好 啥都不是事 我的工资也愿意给你花 老宋头一听高兴的 每一根汉毛都活蹦乱跳 他的评价又上升了 这把就是 基本上就一百分了 遇着这样的人 那就是 这就很荣幸了 老宋头工资的不好意思说 看到如此漂亮 善解人意的女人 老宋头觉得上位子 一定拯救过银河系 春天这不就来了吗 人家舍得给自己花钱 咱也不能落后 我这一千五百块都给你 我这就没啥说的 只要成了 你也可我了 我也可你了 我钱 虽然钱不多 我都交给你 有你支配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 大妈心想 我这都舍身了 才套了1500 成本高亏的大 但毕竟是老江湖 没表露出不高兴 都说财不外露福不露相 没准这老头家里有话 来老宋头 让老娘拿捏拿捏你 看你能不能对面送人头 就是老头有病的时候 还用一块钱积款 我就现在你要是能帮我 把这个重担能挑过去呢 就是你一千五 我一千四 咱俩的工资 搁的块就是花呢 就月月呢 就不那么紧了 三千块钱 够咱俩生活费了 然后我今天 这一块石头 你就撂地了 岁月是把杀猪动 我这块腊肉 虽然有年头了 但是越嚼越香 要想吃就得掏钱 行倒是行 我这还 还能费劲呢 这点钱 老宋头咽了咽口水 想吃太硬 有点啃不动 这要是一嘴下去 好吃不好吃先不说 牙指定都崩没了 吴大妈在一旁搔手弄姿 摆出一副娇羞妙的样子 这老头看得眼貌金星 冷汗直流 这哪是相亲 这要命的 哎呀 这有点难了 那你觉得他提出这个要求正常吗 其实我没有义务帮他还机会 这不正常 哪有相亲上来就要钱给你还饥荒 大爷觉得不正常 人出反常必有妖 你这老娘们先给我灌迷户 接着给我一大棒 老送头也不傻 别说没钱 就是有也不能给你还债 这钱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大妈看老头不给自己还债 立马就露出真实的嘴脸 你说老伴你就得拿呀 你必须得养活老伴 养活老伴还能说得过去 但人家凭啥给你还饥荒呀 我凭啥送大人 搬给他呀 一千五我就嫁给他了 那你找老伴的目的是干啥 那你要是不帮老伴还 我找你干啥呀 老头要是有五万的饥荒 你也还吗 我没有那么大 如果不找老伴 这饥荒咋办 我不能不找 大妈发话了 我这么一个大个漂亮买 送货上门还不止五万块 这都是优惠价了 心眼在好不顶用 没钱指定不好使 你再心眼好使 他没有那些钱的 你还能要的骨头渣子 都不能弄的事 得老送头见定完毕 没钱只是骨头渣子不值钱 要不高低给你炼了 大妈这一波套路完的炉火纯青 先是甜言蜜语给你整迷惑 然后再